《唐墨第一猛将打虎》 中美古生物学家宣布,民间所传理存效打虎处的胡爪印和人足迹,其实为恐龙脚印。 以存效打虎处的胡爪印特写,摄影邢利达该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邢利达副教授,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足迹博物馆馆长马丁洛特利教授, 英良世界十财自然历史博物馆,执行馆长纽柯成先生, 德序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冉浩等学者共同参与, 论文发表在国内知名地学期刊《地质通报》上, 民间传说,以存效打虎留下其足迹于胡爪印各一。 此次发现的新仪式马灵山的恐龙足迹,是当地马灵山风景名胜区的一处景点, 上面的足迹被认为是李存效打虎的石,后留下的人叫一颗老虎足迹。 李存效打虎处景点的石碑写着, 相传唐代十三太宝李存效力大无比, 来此山为民族虎害,奋力打虎, 虎记出命,此处留下其足迹于土齐印各一。 在历史上,李存效858-894年本性安, 明镜斯是唐朝末期著名的军事将领, 以立大和善战出名, 在民间传说中,号称唐末第一猛将。 民间传说李存效十几岁时未救父亲, 打死恶武,其英勇行为传纵至今。 2018年7月,台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6级研究生王阳子, 看到一些马灵山恐龙足迹的新闻报道后, 觉得新仪的李存效打虎处的足印与恐龙足迹很相似, 并通过社交媒体与论文作者取得联系。 我一直非常关注民间传说与恐龙足迹关联, 我看到王阳子提供的照片后非常激动, 这些足迹是典型的恐龙足迹。 行力达回忆道, 该地恐龙行迹的间距很有规律, 模式清楚, 找很明显, 这是典型的肉食恐龙足迹的特征。 行力达随后两次组织了专家学者先来考察, 展开全文以存效打虎处的胡爪印和人足迹, 又上脚为三围成像的胡爪印, 扶行力达首都博物馆考古专家陈玉表示, 关于李存效的景点非常多, 马灵山足迹点, 很可能只是因为印记与虎, 人的脚印相似, 而引起民众与李存效打虎的传说相联系, 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。 谜团破解, 一亿年前的新一地区, 生活着一批恐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 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, 就在马灵山中生代白恶纪地层中, 发现多处恐龙足迹化石, 这些足迹化石, 清晰地展现在紫红色的粉砂岩层面上, 造际者包括小型西角类恐龙, 瘦角类恐龙等。 我们在2009年, 发表了该区的首篇《恐龙足迹》了文, 并多次在该区开展考察, 陆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足迹点, 行李打对记者介绍, 瘦角类恐龙造际者, 会图留意这次新一发现的恐龙足迹, 上述提导, 是由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发现的线索, 在新一发现的足迹长度约15厘米, 有着尖锐的爪痕, 古人从爪痕联想到老虎的爪子。 英良世界食材自然历史博物馆, 执行馆长纽科成表示, 该足迹点的人足迹在世界各地都多次被误认为人脚印, 这是因为瘦角类恐龙足迹的三个, 只在长年累月的风化中消失, 而由于地面泥泞, 又陷入了部分脚后根, 而造成整体轮廓类似人足。 行立达解释道, 美国著名足迹点德克萨斯州的玫瑰谷, 就发现过大量类似的足迹, 且长期被拥护神创论的人们认为, 是人与恐龙共存的化石证据。 这次发现的恐龙足迹, 与民间传说联系在一起。 行立达表示, 我们通过研究恐龙足迹化石, 赋予了民间传说科学解释, 对古生物分类演化提供系统的证据, 填补骨骼化石缺失的证据。 也就是说, 在约一亿年, 前的新一地区, 生活着一批恐龙。 而且, 这个发现是一个极好的案例, 表明了恐龙足迹与中国民间传说的密切关系, 我们可以继续挖掘民间传说来获取恐龙足迹的线索。 目前, 考察队的专家, 正在与马林山风景名胜区, 及当地管理部门沟通, 制定保护方略, 让这片罕见的足迹, 得到更妥善的保护, 并发挥更大的科学与科普价值。 新京报记者王骏见习编辑丁天教对刘宝庆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中文字幕尼泽